開始第二回合 讓我們歡迎主考官 豬肉章 等一下 我是一位王爽的 你叫這位王爽的 還是要創始 你不要小看我成為長老弟 他可是連續殘連五屆的 班禍冠軍啊 樓商村裡那個姓官的 還有姓張的跟姓劉的 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 風神寶寶兒童劇團 十周年星座 以三國人物 劉備 關羽 張飛為角色原型 將經典人物透過虛擬情節 敘述最真實的人性 與貪婪的故事 這個曲調是 其實是歌仔戲曲調 基本上都是歌仔戲曲調 然後是由我們的健行老師 邊槍 對 然後還有四遙 是做我們的配器跟音樂設計 那四遙其實 我們合作很多次了 他基本上他的特色就是 用現代音樂的配器方式 然後搭配健行 是一個非常傳統的 也是我們的音樂設計 然後他們兩個搭配得很好 他可以讓傳統的曲調聽起來 跟新的一樣 所以你剛剛會覺得說 我們這個好像是 有一些新編的部分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通通都是傳統曲調 完全都是傳統曲調 因為我們是 對 聽起來是因為配器的關係 然後因為有一些電子音樂的輔助 是這樣 因為我們不想要做 然後我們做三國 但我們不想要做像是電影刺斃那樣子的 磅礡那個感覺 我們要讓他更貼近小朋友 然後更有趣味一點 所以我們就說 那就來做我們七年級生 八年級生最喜歡的古風RPG 然後跟歌仔戲的曲調合在一起這樣 然後意外的很有辨識度這樣 然後聽起來又很形成 語言的使用有很多種 有國語 有台語 然後你會聽到一些日文跟英語這樣 那因為我們在寶寶的創作 跟我自己的導演理念裡面 我一直認為說 一個地方的戲學發展 它如果像我們這個類別 它也不應該被限制在 某一個語言裡面 它應該是 這個小朋友們 或者是觀眾在這個 所處的城市跟環境 會聽到什麼樣的語言 我們就應該使用什麼樣的語言 每一次演出的時候 第一排都是 跟著爺爺奶奶 或者是爸爸媽媽來看戲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都坐在第一排 或者是扒在那個舞台的邊緣 然後眼睛撐著很大 看著舞台上 他們會看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都不懂 然後就是被舞台的 各種元素給吸引 但他們其實對那個戲劇的 想要傳達的意思 可能不太理解 所以後來我們討論到最後 我們就想說 那來做一個 可以介紹本土文化 也可以介紹傳統戲劇的兒童劇場 讓他們有一個平台 可以喜歡歌仔戲 要不然我覺得真的是 段層滿大的 除了以歌仔戲傳統曲調呈現歌曲旋律 風神寶寶寶還與多位現代戲劇界優秀的演員合作 融合現代戲劇的表演方式 以街舞融合戲曲身段 用Beatbox來演繹江湖調 搭配華麗的舞台布景 帶給觀眾不同的觀賞體驗 我們的特色就是刺織重金啊 總是在刺織重金 就是因為它的場景 我們這次比較多攤販嘛 所以我們就用了比較多寫實的 感覺是寫實的一些場景的建立 然後用一些大型的部件去裝出樓雙村市集的樣子 因為大家如果知道以往我們都會比較 之前都是在地府或什麼的嘛 然後都是比較 比較血液 或者是比較 氛圍為主 那這次反而比較寫實 那所以就反映到了我們的那個 選角上面 大家看我們的選角是 你看 我們的選角都超厲害 這位是蘇達 得過金鐘的蘇達 對不對 蘇達老師這樣 我剛剛看我自己笑出來這樣 我們怎麼演了一個 劉關章這麼認真的節目 然後找了三個諧星來演這樣 一堆諧星來演這樣 然後為了補足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跟趙寫在討論說 可是不行 讓他們唱 他們怎麼唱永遠也唱不到 歌仔戲的那個韻味 我說那不如我們就設計一個歌隊吧 所以我們就把捷琳 米娜跟婉怡 就是總團的 就是青年的紅心們 這樣 小聲小淡 然後把他們特別用了一個區域 讓他們一直都在唱歌 你不要看他們這樣子喔 你沒有發現的話 他們是會根據不同的場景 換不同的衣服 所以他們三個超忙的 所以他們在後面一直換衣服 因為不同的歌 不同的場景 他們就要換衣服 可是在這個年代的孩子 我常常在想 到底是幸福還是不幸福 可是當然就說你遇到了天災 孩子總是我們最寶貴 最珍惜 但是大人也處於一個焦慮跟不安 所以我覺得兒童劇 所以我覺得兒童劇有賦予這樣的一個責任 就是讓孩子能夠找到一個快樂 無憂無慮的一個出口 所以他來看兒童劇 絕對要讓他看得很高興 那我覺得爸媽帶他們進來看 更不能讓爸媽肚骨 或讓爸媽覺得說好無聊 可是風神寶寶從以前一直到現在 這十年來他們每一齣戲 就是會有一個主題 而且都很強很強的故事性 所以我很喜歡進來看戲 其實我是一個坐不住的人 因為這個脊椎不好 所以要來看戲我都很掙扎 但是我每次來看風神寶寶的戲 我自己就得到 我那個心境就回到了童年 連我一個年紀這麼長的一個長輩 或者大人 我都很喜歡看風神寶寶的戲 更何況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責任重大 要把一些歡樂喜悅帶給現代的孩子 然後也要讓父母很安心 很開心的 暫時得到一些舒緩或者放鬆 全家人聚在一起看戲 回家也可以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 劉冠章讓我很壓抑 他們在樓上村裡面 居然是做生意 居然不是在拿刀拿槍 而且很正面的在貪 貪心這件事情 跟現在的詐騙 剛好畫上了一個等號跟連貫 所以我隨著這一群都是實力派的演員 來演這齣戲 我自己都很期待 我要坐在台下 怎麼笑 可能那個大聲 笑得很大聲 又很掃聲 那應該就是我 我先報名一下 歡迎所有的爸爸媽媽 要帶著孩子進來盡情的笑 笑完了之後 你就得到了這齣戲告訴你什麼 正面的意義 風神寶寶兒童劇團 樓桑村那個姓關的 還有那個姓張的 跟姓劉的 將於7月23、24兩天 在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登場 歡迎大家小朋友前往欣賞 記者林奇慧台北報導 下午後